好 看很多人的青春岁月都是从这样开始的 一人沈玉玲跟赵正平在节目里面大聊美食 从一碗面想到了他们的集体青春记忆 这个时候他们共同想到的是 哇 这个面店老板的女儿很漂亮 沈玉玲说二十年前呢她就想追过 而一听到正妹 网友眼睛也一亮 立刻展开了搜寻 那么中心新闻也找到了这个面店的正妹 果然名不虚传 过了二十多年她还是一位美女 那家店的汤花街很有特色 声音都很好 你还记得她女儿吗 她女儿很漂亮 沈玉玲和赵正平在节目上大谈美食 怎么聊一聊 话题竟然变成二十多年前 怦然心动的正妹 她女儿很清纯 然后又带点一种那个 说不出的一种性感的感觉 沈玉玲既然那么喜欢 怦然心动的地步了 为什么不 我们自谈行贿 因为她太完美了 谈到面店老板女儿越聊越起见 二十多年前 试的面店勾起沈玉玲青春回忆 原来这家店现在还有三家分店 都是不少艺人的最爱 实际来到店里 果然远远看到挽着头发 迷奇木秀 就是她 让沈玉玲怦然心动 你有特别印象她这个人 有啊 因为他们都一群人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有一点名气吧 还是怎么样 我不晓得 但我知道有这个人 还记得沈玉玲来店里吃过饭 素颜的她果然还是个美魔女 本名赵婉令的她今年四十二岁 包养友方几乎看不出年龄变化 强调目前未婚 十九岁帮忙父亲接管小吃 拿手菜多达几十种 听到艺人称赞 自己也不可置信 我是觉得我真有这种事哦 自己都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那家人看到呢 我妈就一直笑啊 因为面店料理 没想到自己也爆红 还有牛肉面店美女 也是网友搜寻对象 外传这位长相清修的 Chimico就是林东方的女儿 网友说向混血儿和安西亚 艺人在节目上谈美时 爆料面店老板女儿 果然正美也立刻掀起 网搜热潮 这期新闻 欢迎订阅台北 新闻报道